我们《变形记》第九季的那个主题是伙伴、友谊和团结 对这个主题请问你是怎么样理解的呢? 或者有没有什么比较靠谱的小伙伴给我们分享一下 它有多靠谱吗? 靠谱的小伙伴当然是王正亮了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万能的好伙伴 而且他不是对一两个人 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 那你觉得怎么理解友谊和团结这两个词呢? 这么说吧 我今年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一起》 但那首歌是写给我周围所有得癌症的朋友的 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新课题 我的三十岁在更多像这张专辑里面 我有更多的朋友的互相之间的关心、友谊 然后有更多的对于未来的想法 就是人成熟了之后 真正能够看明白自己 看明白周围之后的一些想法 对您刚才也说成熟了之后就能够更看明白嘛 出道这么多年来十年来啊 就是如今也是昌华丽的蜕变一个完美的变形 那我们可以对我们参加变形记的那些孩子们说几句发自内心的鼓舞吗? 其实我之前有看变形记 我觉得中间有很多真的是环境造就一个人 但环境的改变的过程当中 你内心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重要的 所以希望算是鼓励吧 希望大家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都能够记得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能让自己 蜕变的同时不断的真正的成长 不一定是说适应城市还是适应农村 而是说适应自己内心的变化 大家好,我是张亮颖 等待破晓后黑暗被赶走 为成长加油,为青春喝彩 变形记第九季见证改变的力量